关注李一大提堂 带你感受时代的召唤 哈喽小朋友们 最近啊 TF不爱斯的两只 王源和易烊千玺 接连发了新歌啊 一个睡在冰冷的床眼 彻夜无眠 一个首可摘星辰 未来我开垦 大老板那就给办公室 哼起了17岁那年的雨季 同样是17岁啊 但就是架不住 这深深的年代感啊 但现在从歌词里看 这么些年里 我们的男孩 那都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2013年未成啊 在当时国内干枯的偶像土地上 横空出世了三个小孩啊 一个14岁俩13岁 他们叫TFBOYS 加油男孩 大家好我们是TFBOYS 2014年靠着一首 这个青春修炼手词 哇那轻松打败小苹果 成功打通群众内部啊 小学六年级的年纪 这就注定了 那刀子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啊 我们就统计了一下 他们出道以来的歌 歌词里出现的高屏词 56次 梦想 46次 微笑 31次 GO 26次 奔跑 19次 这样的高屏词 还包括什么明天啦 勇敢啦 信仰啥的啊 时刻提醒我们 这听的不是歌 是梦想啊 也正是因为是这个正能量的偶像 他们的歌 新生气 有迷茫 但绝对不怕你 感情表达 相当美丽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 这算不算不算爱 我还还还搞不明白 这种适应我也教你吗 但是 当不记扣巴勒说他们小懵懦时 记得时啊 那些把持不住的情人 哎呀 歌在现在 那就是 结叫吧 少女 从歌词可以看出来啊 养成型偶像的策略 锁定了三只 要走向上的男孩的路啊 之前咱们在天朝四子 歌词看性格的时候 那就说过了 哎 偶像唱的歌 完全可以和人设不一样 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 等待弟弟们整年的那一天 变态 和TFBus走的是这个 国民乖男孩路线不同啊 98年 当年只有15岁的大老师 那是真朋克哎 90年代的时候 这个内地流行歌王天后 那都还是什么 那婴啦 田镇啦 孙男傻的啊 摇滚界 那是崔剑 都为唐朝乐队的天下 叛逆期的初中生 花儿乐队 横空出世 哎 他们的特质 那就是 特情绪 特焦躁 个人特质 特别强 少年大张伟啊 就爱把生活写进歌里 看完大张伟的歌 那就等于经历了 他的青春期 上学校 那就是大张伟老师 最大的烦恼 所以你就看吧 大老师的歌词里 高评词 只有放学 没有上学 除了叛逆 歌词里 最爱提的词 那是改变 24次 改变不了 那就天马行空 生闷气 少年的忧愁 那就写一本诗 把中二时期的什么小幻想啦 小惆怅啦 全都写进了歌里 生活体验 超细致 不仅有潇洒 这一刻 请让我为当年少年感爆炸的大老师 代言 你好帅啊 我从来不觉得脑炭粉是错事儿 咱们再往前推 那就必须是 华人偶像团体的鼻祖 Little Tigers 小虎对啊 88年出道 妈妈辈少女时代的偶像 现在的什么 现象级偶像啊 什么吉尼斯基录啊 这些概念 那都是人家89年就玩剩下的 和TFB主打的概念 差不离 正能量的好学生组合 但这俩跨越25年的组合 年代感 全都体现在对喜欢的姑娘的态度上 天不惯那还在幻想 哎呀 十年以后给姑娘买车啦买房啦 小虎对 那就已经去打铁 不不不 去Dating了 虽然我真知青春期 却很讲道理 约会就说要去不惜 而且在常用名词的詹曲上 超级喜欢用确切的物品 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什么玻璃弹珠啦 幸运草啦 橙心园 贝壳 什么风筝蝴蝶 抄在当年的语言考试卷上 肯定拿高分啊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腾 节目微博 观看节目听腾 给你理性讲娱乐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腾 节目微信 做一个不 无趣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